我們今天要來講的就是要怎麼樣經營一個部落格 那上次講到的是單頁的網頁 像這樣子單一網頁 就這一個欄位的單一網頁 然後最下面再留表單 上次講這些 那我們今天要講的是一個傳統的部落格 就是一個經營一個部落格應該做的版型 比如說我之前在做的部落格像這樣子 大概像這樣子 就是上面有這個單一選項 那每一個選項點進去就是一個單一的網頁 單一的網頁頁面 我每個選項點進去就是單一個網頁頁面 因為我這個網頁很長所以它跑很久 我這頁面很長我寫很多 我這網頁寫很多很多很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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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說這個也是單一個網頁 這樣也是一個單一的網頁 然後這個也是單一個網頁 所以上面的這些item的選項都是單一個網頁 那如果是回到首頁來的話 這個架構是這樣 如果回到首頁來的話呢 就是部落格的每一篇文章 最新的文章就會擺在最上面 最新的文章就會擺在最上面 這樣依次排下來 越下面的文章就是越舊的文章 這樣子 然後右邊呢就是會有廣告區 右邊的廣告區 比如說我放一個 其實右邊的廣告區我全部都放圖片 做超連結 這是圖片 比如說Facebook點下去 我就連到我的Facebook首頁 這個之前有講到嘛 每個人的首頁都會有自己的專屬網址 一個短網址 這樣整串貼給你的朋友 他們在網址列打這個網址 就會直接連到你的個人的Facebook的 臉書的首頁 然後這邊會有個加我為好友 那你的朋友呢 如果還沒加你好友的話呢 他直接連到你的首頁去加你好友 他就可以申請為你的好友 還有這個其他的按鈕 比如說我這個是我的廣告點一下 我連連到我這篇文章去有沒有 連到這個網址去 所以呢 一個完整的部落格的經營方法 是要這樣子的頁面 有單比較重點式的 比較重點式的網頁內容 我就擺在這個上面 大分類大類 那中間這些主要就是我要放我的每天的文章 每次更新的文章 那右邊這邊就是我要放我自己的廣告 我要放我自己的廣告 我自己要賣的東西 我都把它放在右邊 然後我們今天就是要講 上次我們交的就是只有一個欄位而已嘛 對不對沒有右邊的欄位 那如果我要去經營一個網站的話 我覺得就是要把它架成這樣子的網站 然後我每天或是每隔兩天 或是每個禮拜我都要去新增一篇文章 這樣子才叫做經營你的網站 經營你的部落格 那我們之前交的這個呢 這個算是一種landing page 就是登錄一個銷售頁 一個銷售頁 一個Gmail的帳號可以 可以申請100個網站 這個之前我們講過了 申請100個網站 那代表說你可以有100個類似這樣子的銷售頁 好那我們今天要講 怎麼樣把它再建立一個網站呢 然後把它改成像這樣子的網站 那這個銷售頁呢 我們就不要去動它囉 我們不要去動它囉 我們的主要目的是什麼 就是希望將來我們再經營這樣子的網站 然後右邊放廣告區 點下去的時候呢 會連到哪裡 點下去呢 就直接連到像這樣子的銷售頁 所以你可以自己去運用 反正一個帳號可以有100個 申請100個部落格網址嘛 所以你就拿一個來專門經營你的網站 然後拿其他的產品來當作銷售頁 譬如說我這個網站 我就純粹賣一片光碟片 好那我這個網站呢 我就只放一篇文章 那這篇文章就專門在講這個產品 然後底下留表單就這樣 這樣就算一個網站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如果像這樣子的網站呢 我就是一直在新增文章 這個賺 這個就是算在經營你的網站 在經營你的網站 因為你一直新增文章 人家就會一直進來看 好那這個就是你的主要經營的網站 那這樣子的網站 就主要當作你的銷售頁就好了 專門在講Promo一個產品就好了 好那這樣子的網站呢 要怎麼做呢 我們一樣回到部落格的後台去 就Blogger.com 好 Enter 好 我們登錄自己的帳號 哇 打錯了 好 然後呢 呃 好 在這邊選擇Blogger 好 Blogger的後台 好 像這樣子呢 一個一個一個 這個就是一個一個不同的網站 好 然後最近 我們已經開始在經營像這樣子的網站 台灣必玩的50個經典 那 這個網站就是之前跟各位說的 你們要寄電子報的時候 可以來這邊抓內容 因為每個禮拜你可以寄一篇這樣子的文章給你的朋友 這樣比較不會有廣告的壓迫感 那你可以怎麼寄呢 你就把這個內容複製起來 複製起來複製起來 複製起來 複製起來 好 到這邊按右鍵複製 然後呢 直接到你的Gmail去 那Gmail有限制 你一天不要記超過500個人 什麼叫做不要記超過500個人呢 就是你在撰寫文章的時候 然後收件者這邊 你就按一下 我建議收件者這邊 打你自己的就好了 譬如說這個是我自己 然後其他人呢 記得要放密件副本 密件副本點一下 然後再去點一下你的密件副本 去選擇一下你的聯絡人 譬如說我的聯絡人 我有分群組 全部選取 這二專同學全部選取 然後選擇選取 OK 就進來了 那這些二專同學 全部是在我的密件副本裡頭 那放在密件副本的時候呢 對方才不會看到彼此的電子郵件 這個之前好像講過了吧 好我要講的是這個地方 竹子你可以打一下 竹子你可以打 譬如說這個 新色古堡之旅好了 你可以自己打 新色古堡之旅 然後你在這個地方 內文的地方 底下的簽名檔 我們之前教過了 它自動會跑出來 而且含圖片 忘記的人自己再回去看一下 然後這邊按貼上 有沒有 我們就可以把剛剛那個 Blog的文章 全部都貼在這邊 那這樣子的文章呢 對你的朋友 比較不會有抗拒排斥的心理 他們看完了這個 AE旅遊信的文章 一般人比較會去看 然後最底下呢 我們上禮拜有講嘛 最底下你的簽名檔 是有帶廣告的 比如說這串網址啊 或者是這個圖 點下去啊 會連到你的單一銷售頁去啊 會連到像你這個單一銷售頁去 你就連到這個網站去 這樣就好了 這樣算是一種 置入性的行銷 等於說你的文章裡面 講的是吃喝玩樂的東西 可是人家對你有感興趣的話呢 底下人家點這個廣告圖 會連到你的你的那個廣告的網站去 這樣就好了 然後我們現在要開始講了 像這樣子的網站要怎麼做 像這樣子的網站要怎麼做 譬如說上面這個有首頁啊 然後test 這個是做測試的 test 這邊還可以有 這邊還可以有 還可以再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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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一的網頁項目 那首頁呢 就是一律是那個 blog的新聞章所產生的 像這第二篇文章在上面 那第一篇文章我們往下啦 第一篇文章是這個 好 所以我們回到首頁去的話呢 就是一篇一篇文章 一篇一篇文章會一直堆疊上來 然後上面的這些選項呢 是單一指定的文章 單一篇指定的網頁就對了 然後右邊呢 這邊就是放我們的廣告圖片 右邊就是放我們自己的廣告圖片 那這個熱門文章是它自動跑出來的 就是哪一篇文章被點擊的最多 它就會排在熱門文章裡面 你可以預留就是有十篇文章會在這個地方 十篇熱門文章 因為這個旅遊景點呢 我們將來會新增超過五十篇以上 最熱門的文章會擺在前面十篇在右側 那你也可以把這個欄位拿掉 就不會出現熱門文章了 那最右邊的這個 主要我們是要放廣告 放你自己的廣告 讓人家連到你的網站來的時候呢 也可以看到你的廣告 然後慢慢的經營你這個網站 自己的blog網站 那如果你經營一段時間的話呢 譬如說經營一個半年一年 其實你會像我一樣 半年一年可能 可能還不會像我這個網站這麼多人氣啦 那其實我的網站人氣也不多啦 看一下 目前總共有17萬個流來客率 就是從開戰到現在 我大概在這個網站是比較晚開 大概2010年年中才開 等於說還不到三年的時間 兩年半大概兩年半的時間 累積了17萬人 那blog其實你持續寫的話 他很容易被搜尋請找到 很容易被搜尋請找到 譬如說我的熱門文章 譬如說有關有幾網的 63000元創業計畫 因為我的網站都在寫創業嘛 所以這個創業的題材很容易被搜尋到 然後十年賺一億啊 這個熱門文章很多人看 陽明山小遊坑 那時候我們出去玩嘛 網路行銷的旅遊班 我們每個禮拜 每個月的禮 某一個禮拜四出去玩 然後有的人搜尋陽明山小遊坑 人水坑 他就會找到我的網站 所以我們在經營你的網站的時候呢 你的文章裡面就是要寫 大家比較可能會去搜尋的一些關鍵字 像這個 我故意放這個 我們點一下好了 好 這篇文章 阻止 陽明山小遊坑冷水坑 阻止湖 青山吊橋晴天鋼 好 人家搜尋這串文字的時候 就很容易去找到我這篇文章 然後就找到我的網站 那我的網站特色呢 就是 呃 一開始我會放一張圖片 然後底下呢 再開始寫 寫文字 再開始寫我的文章 然後底下呢 還會再穿插圖片 啊 如果圖片很多的話 像我們出去玩的話 一般都是圖片 很多 圖片很多 然後中間再穿插一些文字 因為出去玩嘛 大家看 大家喜歡看的是圖片 然後中間再穿插一些文字 好 那如果大家一起出去玩 是最棒的行銷啦 因為 裡面拍了很多人的照片 裡面拍很多人的照片 然後這些照片 呃 如果 如果你把這篇文章 Email給這些人 那他們也會上來看 因為每個人都喜歡看到自己的照片 對不對 齁 所以 齁 所以大家喜歡 呃 多拍一些人的照片 然後放在你自己的blog文章裡面 然後再Email給你們的朋友 那他們因為有自己的照片 他們也會想要傳給其他的朋友 OK 好 就是這樣去經營你的blog 經營你的網站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你自己的網站 像剛剛這樣子 你要怎麼做 好 網路行銷基本功 OK 這一篇是我的測試網站 我們先看一下 這邊的 這邊的內容是什麼 這邊內容是這個 沒什麼東西 好 這邊是專門用來測試用的 所以沒有什麼東西 很好 好 那這個網站我們把它改一下 改成像 這樣子的網站 上面有這些選項 然後右邊 右邊有這個欄位 好 那如果你們之前看過之前的影片的話 應該會知道 很簡單 就是我們先到後台去 按這個 然後呢 到範本的地方 OK 現在範本是單一欄位 我們再調一下這個自訂 然後把這個版面配置的地方點一下 好 我們選擇這一個欄 這個版型 好 這個版型 好 那這個版型點下去之後 注意看下面 我們本來是這個版型 好 這個版型下面只有一個欄位有沒有 然後我們調成這個版型的時候 OK 右邊欄位跑出來了 好 好 然後夜面 夜尾的版面配置 我們一樣用這個就好了 單一欄位就好了 好 是指下面這個區塊 將來有需要再來調也可以 那我們現在用這個 然後按套用 好 我們再回到前台去看一下 然後重新整理一下 然後重新整理一下 欸 有沒有 跑出來了 這邊有兩邊 左右兩邊 啊 因為沒有放東西 所以是空空的 好 接下來我們來改一下 再到那個 調整寬度的地方 點一下 好了 我建議 建議啦 這邊 把它拉寬 到 1024 1030 好了 取個整數 然後右側呢 300 好了 300 這個寬度 300 這個寬度 300 這個寬度 套用一下 因為下面這個就是預覽了 所以你會看得到 沒關係 我們再到前台去看一下 重新整理一下 好 就是這個樣子 好 有沒有 那右邊就會多出 一個 框框 我們用來 擺廣告的 然後左邊這邊 我們就來經營 部落格 用來寫文章用的 好 那上面這個banner呢 這個顯然就太小了吧 好 我們剛剛看到的後台 這邊是1030 我們這個時候呢 就可以去擺一張圖片 擺一張圖片 大概就是這個 不要滿板 1030可能就已經把它整個撐到最底了 我們把它擺一張大概 1000 大概1000像素的圖片 1000像素的圖片 假設 好 我先隨便 我先舉例 用我這個網站來舉例好了 我用這個網站來舉例 1000像素 我這邊有個小軟體齁 hypersnap 這個小軟體可以去測試一下 這個寬度 量一下這個寬度 923也不到1000 好 好 沒關係 我們去網站上 隨便找 找一個 好 風景圖好了 到 到那個 Fleaker去找 Fleaker是一個圖庫嗎 哇 真的太慢了 算了 找一個 找一個 好 雲 到Google去找圖片 好 比較快 哇好 雲很多 然後Google有一個很棒的東西 就是 在這個搜尋工具這邊 可以去選擇 大小 我要大於多少 1024乘768 很好 1024乘768 好 這樣代表這每一張圖片的寬度 都超過1024 有沒有 哇 1600乘1067 好棒 好 這張圖 1280乘960 太好了 剛剛我們要1000就夠了 對不對 好 我把它點開 查看原始圖片 放大 好 這個就是1比1的大小 很好 好 我們現在用這個工具 我要採1000的寬度就夠了 1000的寬度 1000 好 1000 高度215差不多 高度隨便 高度你要這麼高也可以 可是不建議 一般我的經驗值就是 你們可以Copy我的經驗值也可以 就是1000 然後 好 200 220 220 就好了 220 好 OK 就這張圖 我把這張圖存檔一下 如果你們需要這個軟體的話呢 我可以Copy給你們 你們再留言給我就好了 好 把它放在 放在 電腦 滴槽 我打個雲好了 C L O U D Cloud 存檔 好 好了 這網頁不要了 好 開始 我要開始修改了 注意喔 這個圖片我要把它改成剛剛那個圖片 OK 然後這邊 回 回去 綁回Blogger 好 你可以看到這個預覽的畫面變這樣子了 好 我現在來改上面這張圖片 這個之前有講過了 在這個版面配置的地方 大家再複習一下 好 就是這個標頭這張圖 按編輯 好 本來這張圖嘛 移除原來的圖片 然後選擇一個檔案 喔對 這個網站請你們另外新增一個喔 不要修改你原來的銷售頁喔 原來的那個網頁不要去動它 請你再新增另外一個網站 新增 要交嗎 交一下好了 我怕大家 會忘記 好 我先回到這個B好了 這個B就是去瀏覽你的每一個網站 那如果你要在新增網站 就按這個新增網址 這邊 就從頭開始了嘛 去看一下我的第一個影片好不好 這個不要浪費時間了 OK 然後現在 我剛剛是在這個網路行銷基本工這個網站 所以我點進去編輯這個網站 好 在版面配置的地方 然後按這個標頭的地方按編輯 好 移除圖片 然後在瀏覽 選擇我的那張圖片 我剛剛放在滴槽裡面的Cloud Cloud 這張 好 按開啟 它開始上傳這張圖片 好 按儲存 好了 再看一下 重新整理 OK 圖片上來了 好 那 它的高度 它自己會去調整 所以你圖片多高 它自己就會有多高 圖片如果再高一點的話 它就會下來這邊 好 所以它自己高度它自己去調整 那你如果覺得說 欸這個 右邊這個寬度跟左邊這個寬度這樣 不 不對稱的話呢 你可以再去調整 把圖再弄 抓大一點的圖片 或者是 直接到剛剛的那個範本這個地方 按自訂 好 記得嗎 在那個 呃 調整寬度的地方 這個地方 好 有沒有 你可以自己去 這樣啊 太寬了太寬了 好好 你可以調 調 調 OK 好 1020 OK 左邊右邊都對稱了嗎 好 套用 好 再回到返回blogger 喔 這就有改 修改上面這張圖的 的方式 然後呢 發表文章這邊 因為之前只有一篇文章 那 那 假設說 我這個網站是用來經營的 不是我的銷售頁 我就可以繼續去發表文章 這邊 這支籤筆 建立新文章 好 比如說 TEST 假設 好啦 假設你要copy我的台灣必玩的50個經典的內容 也可以啦 比如說我這樣 把這個 新設古堡之旅 好 新設古堡之旅 然後內容 你要直接copy也可以 從這邊選一行 然後把它滾滾滾滑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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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對下面來 按Shift 再加 左滑滑九鍵 左鍵點一下 好 複製 然後再到 貼上 好 全部都進來了 好 然後這個時候呢 你要去分類 哦 譬如說 你的文章 因為這個網站我們是把它視為一個經營自己的網站 所以 你必須要為每一篇文章去做分類 所以標籤就是屬於分類 我們把它分為 這個叫旅遊類 景點好了 台灣景點 好 完成 那日期跟時間呢 自動的話就是你等一下發布 它就以現在發布的時間為準 那如果是你要自己去設定排程的話呢 你可以去設定 譬如說我要設定 明天 或者是後天 的時間 我才要發布 那這篇文章就會等 那個時候 時間到了它才會發布 好 那我們用自動就好了 然後按發布 哦 對 如果你覺得這篇文章太長的話呢 一般 我不會建議文章直接擺這麼長 我先給大家看一下 我按發布的時候是什麼狀況 好 欸 第二篇文章出來了 這是第一篇文章 我只要用個點點代表 這是第二篇文章 剛剛的 然後 台灣景點有沒有 這是它的類別標籤 然後我們再去看一下前台 重新整理一下 好 文章出來了 新色古堡之旅 然後你會發現什麼 好 往下拉 往下拉 這是首頁哦 這是首頁哦 所謂首頁就是說 它沒有斜線 一堆 它沒有斜線 一堆 就是點tw就結束了 這個就是首頁 那首頁你會看到 這文章好長哦 有沒有 然後 這是第二篇文章 這是第二篇文章 那你每篇文章都那麼長 讀者可能也不是很好讀 而且他也看不到你的第二篇文章的主子在哪裡 他要拉到很下面才會看到第二篇文章 所以呢 建議啦齁 我的方法 像我自己的部落格啊 我不會讓他拉那麼長 我如果 除非你是到那一篇文章 好像這個 點看之後有 哇好長好長 就是只單這一篇文章才會拉那麼長 那如果是首頁的話呢 我回到首頁去看一下 首頁 首頁我的每一篇文章呢 都只有短短的 譬如說這一篇 我到這邊就會繼續閱讀有沒有 然後下面這一篇 就第二篇了 繼續閱讀有沒有 然後再來下一篇 我都會打住繼續閱讀 他點進去的時候 他才會連到 有沒有看這個網址有沒有很長 他才會連到這篇 這篇的完整 完整的部落格文章 那我們要怎麼做呢 就在這裡 好我們再去按一下編輯 修改文章 這個時候呢 我的建議就是你 最好要圖跟文一起出現在你的首頁 然後再讓他繼續閱讀 因為這太長了 所以我要在這個地方 好 我把油表插在這裡 怎麼插在這裡 我剛剛是選這張圖對不對 然後按一下鍵盤的右鍵 然後再按一下 Enter 他油表就會跑下來 然後我要在這邊插入什麼東西 這個 這個 繼續閱讀的標示 好 等一下 這條線跑出來了 然後你再去按更新 我再去看一下首頁會怎麼樣 回到上面去 好 好 按一下 重新整理 往下拉一下 欸 閱讀更多就跑出來囉 齁 然後再下來就是第二篇文章 齁 好 就這樣子 讓首頁可以比較乾淨一點 而且可以看到每一篇文章 那所以每一篇文章呢都不要太長 齁 所以打住就好了 就是有一張圖 有一張圖 有一張圖 有一段文字 然後就閱讀更多 就是插入剛剛的這一個 齁 剛剛是發表文章這邊 編輯齁 齁 這個 這顆按鈕就是插入繼續閱讀 齁 那他就有這個效果 那 繼續閱讀 閱讀更多這個按鈕 點下去之後呢 他就會直接跳到有沒有 這篇文章 2013 2月 blog 有沒有 他就會跳到這篇文章 的全部 啊 這篇文章 這個網址就代表這篇文章了 齁 不會看到別的文章齁齁 齁 這篇文章就 這個網頁就單純 只秀這篇文章 好 就這樣 那 你還有 好 OK 那這邊我就按關閉了齁 關閉 好 那你再按發表文章這邊 這邊全部兩篇嘛 齁 在括號兩篇文章 那你可以再繼續去新增啦 齁 繼續在這邊再繼續新增 第三篇文章 齁 譬如說TEST3好了 隨便打 好 TEST3 按發布 齁 1 2 3 三個文章了 那這邊就沒有台灣經典的這個標籤 因為我剛剛沒有輸入嘛 那我建議你輸入就是要把它分類 因為你要經營嘛 譬如說像我的blog 你看 網路創業齁 這篇屬於網路創業的 我回到首頁去 按一下這個banner就會回到首頁了 這個也一樣齁 按一下banner會回到首頁去 有沒有 看在網址就知道 這個就是首頁 點tw之後就結束了 這個就屬於首頁 有沒有 TEST3跑出來了 好 然後呢 要怎麼樣做出上面這些 上面這些選項 單一網頁呢 好 在這邊看一下 在網頁的地方 點一下 然後這邊 預設是將網頁顯示為不要顯示 這邊 點一下 選擇最上層標籤 點一下 然後再按儲存 好 我們再去看一下 這個網站 重新整理一下 跑出來了 首頁photo picture有沒有 首頁photo picture有沒有 好 跑出來了 很簡單齁 然後photo點下去呢 這邊就有photo picture點下去呢 這邊就有picture 好 那你可以再繼續新增 繼續新增 那它的寬度就直到這邊 所以你自己要去著量新增 不要新增一大堆 這樣會很難看齁 一般新增一行就夠了 那它只有一層 它沒有第二層 所謂沒有第二層 意思就是說 我點下去它就是一個網頁 它並不會跑出下拉 下拉選項 不會喔 它不會有下拉選項 它的限制就是一個按鈕 就是一個網頁就對了 好 那你可以再去新增 譬如說 新網頁 空白網頁 好 TEST XXX TEST XXX 發布 你就把它當作跟Blog一樣 Blog的文章一樣齁 好 OK 出來了吧 然後再看一下 重新整理 跑出來 TESTXXX 點一下 這一頁就是TESTXX 好 就這麼簡單喔 好 那還有一個是右邊的 右邊的 右邊的類似像這樣子的 怎麼做呢 好 這個是屬於版面配置的部分 版面配置的部分 好 這邊新增小工具 好的 然後你選一下 你選一下這個 圖片 好 譬如說我們要新增一張圖片 點選一下 好 什麼圖片呢 找一張圖片 自己 自己做一張好了啦 呃 好 譬如說這張圖片好了 這張圖片 按右鍵 另存影像 我先把它存到我的桌面去 好 下載 OK好 下載 成檔 然後呢 新增 就這一張 OK 新增小工具 然後這邊有個 圖片 圖片 圖片標題 隨便打 TEST1 標題 TEST2 連結 連結就是說 點了這張圖片之後 會連結到哪一個地方去的意思 好 譬如說我這個 我這個圖片呢 我要連結到某一篇文章 好了 好 我這邊 呃 我這邊有 譬如說我的廣告 是在 這邊文章 我點一下這邊文章 的主旨 點一下喔 你看一下網址 變這麼長有沒有 好 我把這串網址 複製起來 複製 然後再回到後台去 剛剛的那個小工具在哪裡 在這裡 在這裡 好 我把網址貼上去 OK 把網址貼進來囉 然後呢 選擇檔案 選擇剛剛 下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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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 我剛剛存檔的那個檔案 好 這張 點兩下 上傳 OK了 儲存 喔 關掉 開了兩個瀏覽器了 好 這一個 在這裡了 有沒有 然後再到前台去看一下 按開看主 注意看右邊 齁 重整 唉 跑出來了 有沒有 你看到 TEST1跟TEST2都跑出來了 那所以呢 TEST2其實是在說明這張圖片是什麼東西啦 TEST1也可以啦 但是我覺得太 太多東西了 所以我 我一般會保留 TEST1或者是根本都不保留 齁 所以我們再去看一下 編輯這個小工具 再按編輯 我這個兩個我都不輸入是可以的齁 都不輸入是可以的齁 都不輸入是可以的齁 再按儲存一下 我們再到前台去看一下 重新整理一下 唉不見了 好 唉這樣比較好看齁 我就 我就只要一張圖就好了 好 圖上又有字 人家就知道 我這是幹什麼的 然後 點一下張圖 會產生什麼結果 我們先回到 好 我先 我先隨便點一頁好了 好 這一頁 然後我點一下圖的時候呢 點下去 它會回到這一頁有沒有 因為我們剛剛就連到這個網址 有沒有 我們剛剛這張圖片是連結到這個網址的 所以呢 我的廣告都是這樣子做的 就是 我的左邊都是用來經營我的文章 經營我的粉絲群 然後呢 右邊我就放我的廣告 那有些文章 我是屬於比較廣告性質的 我就把它按插在我的某一篇文章就好了 譬如說這篇文章 是專門在講旅遊的廣告 那這篇文章它有一個文章專屬的網址 然後我就新增一張圖片呢 這張圖片的網址就連到這一篇文章的網址就好了 所以你看呢 我回到首頁去 我的首頁是這個網址嘛 對不對 然後人家點這篇文章的時候 點下去其實是連到這一篇文章去的 2013-02-blog-post 他們就連到這一個 這一個網址去 這篇文章去 那右邊你可不可以再繼續新增圖片 可以啊 再來看一下 一樣再新增小工具 好 我一樣再新增圖片 圖片 圖片 一樣再新增圖片 有沒有 也是一樣的欄位 好 那我這次要連到哪一篇文章 我先縮小好了 來看一下前台 好 這次想要連結到 不一定要文章喔 你要某一篇好picture好了 連到這一篇也可以 好這篇的網址就是這個 複製起來 好 然後我再到後台來 呃 剛剛在這邊 好 把網址貼進去 好 所謂連結的意思就是說 要連結到 有沒有 它下面有附註嘛 按一下此圖片 就會連結的網址 自己可以連到這邊的網址去 然後呢 一樣我再去找一張圖片 找一張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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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好 這張圖片好了 好 儲存 再去看一下前台 重新整理一下 哎 有沒有 圖片跑出來了 然後點這張圖片的時候呢 會連結到這一個picture 點一下這張圖片 會連結到這個picture 好 我們再回到首頁去好了 這樣看不出來 因為剛剛就已經在那個picture的網站上 網頁上了 好 我們在首頁喔 好 點一下這個圖片 好 還會到picture 這一個網頁 那點一下這個廣告圖片 他會到新設古堡之旅這個網頁 有沒有 所以我們還可以再新增很多圖片 那位置呢 位置呢 我們可以這樣調 有沒有 上下交換 儲存一下排列位置 如果你有交換位置的話 我們再到前台去看一下 這兩個會顛倒喔 按一下重新整理 美女會跑到上面喔 有沒有 就這樣子 所以你的右邊就可以一直去新增你的廣告 一直去新增你的廣告 那你如果覺得說 中間這邊有空位好大喔 不是很好看 那怎麼辦 剛剛的那個主子其實是可以加上去的 比如說好這張圖片 第二張圖片 第二張圖片我上面 標題我可以寫 比如說test2 好 儲存 再去前台看一下 好有沒有 這樣圖 這樣文字跑出來 感覺比較不會奇怪 好 如果你覺得這個空白不好看的話 你可以大概描述一下 這個是在做什麼的 好讓人家去點選它 好 那這樣子的方法呢 就是可以把你這個部落格的網站呢 弄得正式一點 而且是真的是在經營你的網站 那之後呢 你要怎麼去經營呢 文章 一剛開始我們有講 每個禮拜去新增一篇到兩篇 每個禮拜去新增一篇到兩篇 那至於要新增哪些文章 第一篇文章 我會建議大家 第一篇文章就是自我介紹 自我介紹 那自我介紹的文章呢 我建議你新增在這個地方 好 這個地方 譬如說像我的網站有一篇 我放在右邊 關於牛奶爸 關於我自己 那 有許多人齁 你的 你的網站內容被搜尋到之後 如果人家對你的網站內容有興趣的話 其實有很多人是會想要去了解一下 這個網站的主人 這個網站主人的自我介紹 所以你的自我介紹要寫得精彩一點 就是把你的人格特質啊 還有你的專業 你的專長啊 還有你 對別人有幫助的東西 內容 都把它寫上來 像 我的就會連我的自我介紹影片 我都把它擺上去 我的經歷啊 我賣的產品啊 我的專業啊 我跟哪些人合照的照片啊 我都把它擺上來 目的是什麼 增加信任感 就這麼簡單 你要做一個跟 跟別人有信賴關係的網站 其實不難 重點就是把你的自我介紹 寫清楚一點 你的經歷寫清楚一點 你的專業寫清楚一點 這樣人家對你才會比較了解 而且會對你產生興趣 假設你的專長是符合他的需求 而且他又看過你的文章 那他將來想要找你合作的時候 也比較容易取得他的信賴 好像我會把以前上過課的照片 擺在上面 把我的經歷擺在上面 然後最後呢 你要記得把你的聯絡方法 比如說你的手機啊 email啊 讓人家可以找得到你 那不然人家想找你合作的時候 找不到你也很麻煩 就這樣好好的經營你的網站 那所以呢 你的第一步就是你的自我介紹 要把它寫好 把自我介紹寫好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提供一些網路行銷的文章 跟旅遊的文章 如果你有自己的東西當然是最好 如果你真的都沒有自己的 而且你都不會去寫文章的話呢 那我可以幫忙的地方就是 你的自我介紹的部分 我可以幫助你寫 但是我們要有一對一的溝通 我要知道你的專長有哪些 然後你的人生經驗 好 我就可以幫忙你把自我介紹寫得很精彩 那其他的部分呢 就要你自己去努力 好 那我們在上課的時候也會 每個禮拜的上課的時候呢 我們也會提供一些idea給你 一些想法給你 那你可以寫一些哪一方面適合你的文章 我們在上課的時候也會教你 好這就是今天的教學 希望大家能夠把自己的部落格做好好的經營 謝謝大家